哦 呀是我 老饭头 话说啊 这都年底了 我都想给自己放放假了 本来想着让小铃匠带一个班 看看电影 玩玩小车 结果谁能想到 他甩手就给我加了一个活 按照老馒头的调性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呀 你看图我都准备好了 这还得是前后开盖 OK不OK 行 我就想想怎么改吧 既然要改 还得是皮实的风火轮最合适啦 小车的形态和真车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倒车镜是没有的 车轮呢也是公模 那这也算风火轮的常规操作啦 于是老馒头按照历史车型 建模了一系列兰博基尼的小车配件 包含原厂轮毂 方向盘 倒车镜 V12发动机的结构系统 那么补充件3D打印出来后 接下来的就是改造过程啦 小伙伴们就慢慢欣赏吧 对了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新年新气象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一年的支持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老馒头呢自己设计了一款新年台力 给大家送福利抽奖啦 那么这个台力可不一般 不光是收录了这一整年以来 老馒头的改造作品图件 而且在台力的末尾 还有一个精致的修理厂小场景 和一个停车场小场景 供车友们给自己的小车拍照 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那么该如何抽奖呢 大家按照我说的来 第一步分享或转发这篇视频 截图保存 第二步在这篇视频的评论区留言 那么每一篇视频呢 我们都会随机抽选五名幸运粉丝 送出我们的新年台力啦 老馒头在这里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哦 后面的活动请持续关注老馒头的动态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3D配件准备好 开拆 接下来我们拆小车 喷罐脱漆太慢了 刷了点液体脱漆剂 果然好用 手势般的光泽 这次没流血了 处理一下边缘 总说我改的小车缝隙的 这次我用补土做了填充 是不是好多了 第一边补土 第一边补土 再来一遍补土 等干燥的时候处理一下底盘吧 车壳干了就可以上面漆啦 开始做前后盖的铐链 开始做前后盖的铐链 S型的铐链可以很好的避免卡门的问题 后盖铐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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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链�链链�链�链����� 接着用APP补土做一个前后盖的铰链槽 处理掉多余部分 链接部分就搞定了 哎呦不错哦 接下来上配件 用定书针模拟一下部分结构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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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厂轮毂当然少不了 最近新款轮毂也上新了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自己做了一套水贴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车壳上了三遍光游,让他后面闪亮登场 找了一块针皮座底座 依然是AI生成的背景图,很有质感 来看看成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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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